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冠 讲到健康好 夏天一到很多人穿起短袖 无袖衣服就觉得 怎么今年夏天又胖了 而且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明明体重没有改变 可是去年前年的 衣服跟裤子要拉起来穿的时候 那个腰怎么会变紧呢 这个好像都跟你身体的肌肉含量 还有基础代谢量是有关系的 那到底怎么样提高 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 才不会让我们的年纪跟体重 不断的成正相关 成正比的成长呢 待会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恩医生 大家好 好 这是我们的生活好朋友 洪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养生好朋友 谭敦词老师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艺人好朋友 益轩 嗨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减肥34公斤 的厨师好朋友马可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健康好朋友 健身教练陈博伟 博伟 大家好 好 我问一下淑青 我刚刚开场前讲 我目前的年纪跟体重处于人生历史高峰 人真的随着年纪增长 像我本人真的有很深的感受 我大概比方说过去五六年 大概胖了四到五公斤 我并不是一口气胖四到五公斤 可是我好像真的逐年 那就会稍微不知不觉当中稍微胖一点 那胖一公斤是没有警觉性的 可是我很明显感受到我的新陈代谢 也真的随着年纪增加 真的有变差 真的 每次我们遇到路上有一些 妹啊 那种妹妹 就说怎么样 我怎么吃都吃不胖 我都在想我等着看 怎么有一天你会老 你知道吗 我们的新陈代谢确实过了三十岁之后 它是随着你的年龄而会变少 如果你没有特殊的锻炼的话 所以估计大概是每隔十年 你的基础的代谢会降低五% 所以你就在想会觉得 以前也是这样 那二十年应该会差十吧 再多一点的时候 你想如果在四十年 就到七十岁了以后 你就想说我真的 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年纪是一个因素之外 第二个就是你的身体组成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你就发现明明都在吃 有些人怎么吃 就是躺在那里都会瘦 有些人就觉得我才吃一点点 怎么以后也会胖呢 真的有些人他说他喝水会胖 是真的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在于说 他以前可能是肌肉多的 那可能因为我跟着年龄 渐渐的增长 然后太久没练 肌肉也少了 所以我肌肉比本来还少 然后我的年龄比以前大 所以我明明一样都是吃一样的卡路里 你却又越来越肥 你就觉得我明明只是呼吸 我没有比以前多吃 然后只有多吸了三下空气怎么胖 原因是基础代血差 因为有一个研究显示说 女生其实你如果经过十二周的锻炼 可以让自己多三磅的肌肉 三磅有多少也不够到 还不到1.5公斤 对不对 事实上你一天就几乎可以多吃一碗 饭也不胖 你想想看 你把1.5公斤的肌肉练起来 每天多吃一个 像我就会想吃一只双鞋 也不对这样子 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堕落的想法了 所以说真的 我们今天你要养成易瘦的体质 而不是只是想瘦 就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一生的 所以同样是50公斤的人 肌肉量高的跟脂肪量高的 他的基础代谢率会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你看女生 现在去健身房或男生一样 去健身房一定会先帮你看一下 你的肌肉 你的身体组成 你的基础代谢率是多少 因为你知道吗 你的基础代谢率 占你整体的代谢6到7成 对 所以如果你基础代谢率高 你是不是天生就吃香 我之前认识一个男的 他是健身教练 他说我们就是你减肥 你瘦到这样有要饿肚子 他说我现在是几乎不用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看我肌肉这么多 他一千基础 光是基础代谢就躺着不动 就会消耗1900大卡 你觉得好羡慕他 我好像真的一直很动 也才1900 他说原因就是因为 他肌肉组成很多 所以怎么样要让自己 躺着就能瘦 除了吃对食物一样 怎么样让你的身体组成改变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网路上才会流传 联盛文跟林淑豪 他们身高体重一模一样 可是他们看起来差很大 是 你就知道 是有些东西内容不一样 就肌肉含量跟脂肪含量不一样 对 差很多 就男生也有事 有些男生说 我体重都没有变 有 你有变 你本来肌肉都掉到这里来了 真的 那问一下刘医师 刘医师 那客观条件上 到底我们怎么样检测 我们自己的新陈代谢呢 对 我尊于一个病人问我说 刘医师 你现在在发明一种新的药 我是怎么样 一天一科 我继续剪中 剪得非常漂亮 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我告诉你 绝对没有这种药丸 那我们先讲到重点 就是新陈代谢 我们现在 有一个名字叫做 新陈代谢症候群 这是一个我们现在 非常重视一个疾病 为什么我听到这个名字 会联想到糖尿病 是 没错 新陈代谢症候群来讲 它有几个条件 那比如它第一个条件 就是腰围 各位在座 你想想看你们腰围 我们男生的 我想可以 拒绝想没有关系 但是我还是要把条件讲出来 有五个条件 你想想看 如果这五个条件 你有到三个 你就是新陈代谢症候群的候选人 第一个腰围 那腰围 男生是90公分 女生是80公分 如果你的大鱼的话 就是第一个条件达到了 第二个条件 血压 各位血压 我们有分所谓收缩压跟树张压 如果你的收缩压大130 树张压大于85 或者是你有吃降血的药物 就是第二个条件达到了 第三个条件就是血糖 血糖来讲的话 我们空腹血糖 如果你大于100 或者是你已经有吃降血糖的药物 就是第三个条件达到了 当然我们讲糖尿病 必须要空腹大于126 那才叫做糖尿病 但是到100 就是你第三个条件 第四个条件 就是我们血腫了两种 一个胆固醇 可是我们把胆固醇呢 我们分有好跟坏的胆固醇 你特别注意叫高密度胆固醇 我们常常讲高密度胆固醇 是我们血中的清道夫 你的高密度胆固醇够高的话 你的才有本钱去抗这个 所谓动脉硬化 那个叫HDL 高密度胆固醇 我们的女生 如果小于这个50 男生小于40的话呢 就特别小心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 我们的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我们叫中性脂肪 三酸甘油脂如果大于150 那就第五条件 各位 如果你们做完检检 把这个五条件算下来 你有到的三个的话 你就是新陈代谢 生活群的后选人 各位不要小看 这个新陈代谢 那有什么了不起 就胖胖的嘛 没什么特别的 很多脂肪肝 也跟腰围有关 对 我正要讲 没错 这个长期统计下来 如果你是新陈代谢 生活群的话 你未来罹患 心肌梗塞是六倍 脑中风是五倍 脂肪肝是三倍 而且糖尿病 癌症是两倍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东西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如果说 我们刚刚讲说 有些人看起来胖 但是市场的肌肉多 那是非常好的 有些人看起来瘦瘦的 肌肉非常少 脂肪非常多 那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新陈代谢这种型 跟我们的身体的肌肉质量 是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各位 要注意到你本身的体脂率 对 所以新陈代谢 不是只有跟体重外形有关而已 他其实跟健康也息息相关 那我想 益轩 益轩有感受到 新陈代谢的差异吗 有啊 真的 因为我们刚刚就有在聊 我从大概15岁开始 就在减肥 这辈子都在减肥 然后什么方法都用过 好的不好的 然后有成功的 不成功的 然后以前 比如说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差别最大感觉是这样 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胖一点 我可能饿个两餐 就立刻收回来 少吃就会收 对啊 很快就回来了 然后但是现在 你怎么饿 饿到快发昏 也完全动都不动 饿到死掉了 也不会做 完全 你那肚子还胀在那里 然后还是一坨肉在那里 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以前也用过 乱七八糟 我这次想说 是不是因为我用过太多 乱七八糟那种减肥法 然后伤到身体 然后所以才会让你自己的代谢 越来越差 就包括以后 以前什么 乱七八糟减肥药也敢吃啊 然后就是 哇很多的那种副作用啊 然后泰国减肥药啊 鸡胃酒减肥药啊 什么针胶啊 刀疗也有啊 刀疗都还疗 对 就砍砍砍 拿刀来砍 真的 就师傅拿刀在砍你身上 那真的有瘦吗 砍完我穿裤子有松 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 搞不好是水肿消炎 有可能 还不如就要直接 剁下去肉体 一定是 我也是这么觉得 直接剁还比较快 然后各种方法都试过 然后包括什么 比如说我白天可以大吃 然后我到四五点以后 就完全不能再进食 那晚上撑得下去吗 怎么可能撑得下去 因为我们平常 最早最早 一两点睡吧 对不对 早就在十点左右就二番啦 然后你只能那时候 就很苦命的在那边喝水 然后或者是偶尔烫一点 烫青菜在那边吃 而且我以前减肥 真的减到 就是边吃青菜边哭 因为太虚了 吃空心菜啊 烫青菜真的很虚 真的很难过 那问一下博伟 你们基本上遇到很多人 想要健身 想要身材更费的 一定很多类似义宣这种 对不对 对 因为唯一能够让体重达到 最标准的方法 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正确的饮食 再就是运动 已经没有其他方法了 如果你有听到其他方法的话 那个只是把你为了健康 先借回来 然后你还要还回去 就会负胖 而且比以前更胖 在运动这个区块 我们要主要的是要把我们的肌肉量提升 那肌肉量提升的话 就会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率 就会提升我们的新陈代谢 这个区块的观念非常的重要 但是很多女生只要听到肌肉 她就会害怕 听到重量 她就害怕 她会不太敢接受 所以在我第一次就是跟学员接触的时候 我都会先给她一个很正确的观念 说你不要害怕肌肉 你不要害怕重量 这个名词 因为很多女生很担心 一练变成金刚芭比 对 讲到这个就是说 教练 我很害怕 我就会去说变金刚芭比 这个比喻 我做个比喻就好了 就是你穿一个那个冰刀 然后马上去溜冰场溜一圈之后 她就说 我好不小心害怕得到奥运冠军 我懂 就是你根本还没有到这些肌肉 这个不是你想象中这么简单 你要把你的肌肉拉上来 这个是要长期时间的 一滴一滴慢慢去培养上来的 真的 你的那个是 那个就是所谓的 金刚芭比 没那么容易练成 对 就像你要练成冠军 但我好怕我拿到奥运冠军 那我要先请30年来奥运冠军 谭老师说 谭老师是真的奥运冠军 听说你现在衣服 二三十年前的都可以穿 三十年前的到现在都一样 怎么这么厉害 我觉得这是少吃多冻 但是我其实没有那么忌口 大家都认为我是不吃 其实我三餐一定要吃 而且我不会让我的肚子 我真的是一定要吃 我三餐真的一定要吃 而且我没办法饿肚子 我只要觉得饿的话我就会吃 你只要肚子饿就会吃 对 可是那你如何控制住 你的食欲跟体重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吃就过量 对 其实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 还是你吃的东西都比较健康 我觉得因为我喜欢吃的东西都是全食物 所以我 而且我怕甜怕油 所以我不喜欢吃甜食 那我不吃油炸的东西是原本我就不吃的 那这就是天生的益瘦体质啊 那种爱甜的爱有的就天生益胖体质啊 对不对 那他老师今天要分享一个健康的灵嘴 叫做吃牛棒 牛棒店 因为他这个等一下 我想刘医师跟素庆都会讲 他的这个热量很低 纤维很高 但是牛棒呢 其实很多人会去削皮 我是不会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把它保留住 所以我们准备一个新鲜的牛棒 牛棒在台湾 也称之为平民的人生 很便宜很平价 可是你要分享大家就是连皮一起吃 对 在过了周五晚上12点以后才睡觉的 你的生长基础跟醉就分泌不出来 分泌不出来之后 你基础在这里马上的就开始变化了 你真的就是到这一种境界叫做 连喝水都会胖的境界 相往以前包括什么调节免疫啊 什么抗肿瘤啊 抗氧化之外 他们认为它其实也有提升代谢的作用 所以好吃 口味好 然后饱足感又够 所以这种非常非常适合用的那种减重料理 你可以不一定要用牙刷 就你家里有刷子 然后我们就把它刷干净 所以你要留皮 可是你会拿牙刷刷 对 我会把它刷得很干净 而且也把一些须根也顺利就刷掉了 因为牛棒种在土里 你还是担心会有杂质 对 那我们把它洗干净之后就把它擦干 那拿一个刨刀把它刨成片 要做这一个简单的牛棒片的零嘴 对 你就是看你喜欢的这个 你的这个粗细还有那个长短 就是随便你 那你这个你就短一点无所谓 然后就把它刨成一片一片的 然后之后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泡一下盐水 让它有味道 然后也让它不会变黑 然后这样之后呢 其实不用怎么 有两种做法 像我有时候会把它直接用盐 稍微抓一下 然后用微波加热 然后微波加热之后 它就会脱水 然后再把它水挤干 挤干之后呢 你大概烤箱用在120度的地方 进烤箱烤 对 进烤箱烤 然后烤个大概10到15分钟 你看你喜欢的脆度 有的人喜欢焦一点 好 那我们因为录影的关系 通常你进烤箱 大概是什么样的温度烤多久 我大概会用到120左右的温度 120大概烤多久 其实烤10到15分钟 你一边可以观察 那因为这个蛮薄的 所以我觉得就用早一点的 所以依据你的刨刀削的片 牛棒片的后补 然后至少要烤10到15分钟 烤到这样子 这样子其实开始干化 焦化 脆化之后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零嘴 牛棒片了 那你连零嘴都这么简单 这么健康的货 不是洋芋片 真的 你们这种人还想洋芋片吃到饱 难怪胖 对 好 那我们事先准备好了 这个就可以来调味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七味粉 那就是辣的就可以加一点点七味粉 我给你类似洋芋片的口感跟调味 真的 然后或者我们就像这个 胡椒 也是辣椒胡椒综合香料 那就是看你喜欢什么 看你喜欢 对 那也可以加一点点 就因为这个还蛮辣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加太多 所以加里头的简单的零嘴 比方说现在正在看健康好生活的观众朋友 受不了 要吃零嘴就可以吃牛蚌片 然后你就把它 其实你可以做多一点 一次做多一点 然后这样子 它等一下霍一霍 对 霍一霍 那它就会很均匀 它的味道就是均匀的 那我们就来试吃 好 我们汤老师的这一个牛蚌丝很好吃 其实它蛮帅脆的 它像鱿鱼丝 真的 真的好吃 这如果烤脆会像牛蚌片 然后如果没有很脆会像鱿鱼丝 然后是有嚼劲 口感对不对 对 它个人觉得说不要好脆 这样刚刚好 这样刚好 因为这样真的很 老实说 因为我平常个人是蛮喜欢鱿鱼丝的 对 我觉得这个口感真的很刚好 而且没有鱿鱼丝咬起来那么费力 对 它比较容易脚断 那个口味你又可以自己调 要甜的 要咸的 你喜欢有干梅薯条的味道就给它加梅 对 因为我就是一个胖子的脑袋 没有 还好这个 是健康的领准 对 这个很适合当健康的小菜跟领准 真的 你不要把它调得太咸 本身老实说这样吃你 因为现代人 我们希望一天摄取的纤维料 那要25克 可是不论男生女生 其实都没有吃到20克 甚至有些大概16克左右 所以你还缺9克 那牛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而且甚至最近牛蚌非常的夯 因为你记不记得那个 日本医生叫南云吉者 自从他说什么 从现在长得 现在明明是60岁 长得像37岁 他其中使用的把宝之一 就是他每天都喝牛蚌水 牛蚌水就大卖 那我们这样烤 比牛蚌水更健康 而且真的 我个人建议大家真的试试看 他真的比鱿鱼丝好吃 真的 而且刘鱼丝 牛蚌真的看健康好生活 把它当小菜或者零嘴 或者是下酒菜吃都很棒 真的 这个吃起来 就是我觉得 跟着取代鱿鱼丝 对 牛蚌的纤维来讲 我们知道他是这个 绿化液菜的三倍 其实量非常高 刚刚苏勇讲说 胖的人跟瘦的人 这个脑子有点不太一样 看事情方法 也许时间观念会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跟各位讲一下 胖的跟瘦的人 在国外做研究 他肠子里面 那些菌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开玩笑说 胖的人会传染 这什么意思呢 这2008 一个很好玩的芬兰科学家 那他呢 因为他做博士班研究 没事干嘛 就开始讲题目 后来他有人跟老师讲 老师我发现 胖的老鼠跟瘦的老鼠 里面细菌不太一样 老师怎么会乱讲 后来他就做 在做反复做好几次实验 后来他们发表 非常有论文 就是说胖的老鼠 这里面长到菌 跟瘦子老鼠 常常菌不太一样 后来美国科学家 又把他们这个 美国用在动物人身上 结果发现果然 比较胖的人 他肠子里面 这个粪便出来的菌 跟瘦子出来的菌 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长到就不一样 没错 因为这个胖的人 他长到里面一种菌 叫做后门菌 比较多 那我们是天生没有是不是 还是我们天生多 你不能点手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发现很多问题 就是说很多的胖的人 他的肠子里面 这菌来讲 是偏向坏菌 后来因为坏菌来讲 各位 他会帮你把分泌 很多发炎激素 你怎么吃 怎么少 他都会发炎 会肥胖 然后如果瘦的人 他里面 他如果吃比较像 纤维素膏比较多 比较吃好油 然后我们的红肉 炸的少吃的话 他里面好菌会比较多 好菌多的情况之下 他会帮你代谢能量 会比较多 所以好像有人讲说 这个好像怎么吃都不容易胖 所以事实上各位 像这种牛胖症来讲 他纤维量非常高 他里面的菊糖 他会让我们成为 我们肠道里面 益生菌的很好的食物 这种高纤的东西要常吃 非常好 难怪 所以还是饮食跟生活习惯 会让胖者很胖 瘦者很瘦 那胖者要转成瘦 就要很认真转 是 真的 一圈就要连饮食都控制 对 因为我本身还蛮喜欢吃辣的 我听说好像辣 是对新陈代谢还蛮好的 所以我就今天要为大家 特别准备到 叫做辣炒咖喱鸡柳 好 所以你就会自己控制这个饮食 对 因为我会觉得 多元化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食材 我觉得都要有 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各种颜色都有 那我们今天准备鸡丁鸡柳 鸡柳 这个要稍微腌制 对 我把它切片一切好了 它腌制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我要先加一点水 好 那鸡柳因为是纯白肉 所以也没有这些脂肪 对啊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一个要减肥的料理当中 鸡肉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没错 然后再下一点点咖喱粉 所以今天要做的是咖喱口味 对的 因为咖喱其实是非常好的东西 对 它各种的香料 辛香的在里头都有 包括什么什么 姜黄啊 豆蔻啊 抗氧化 对 增加代谢 肉桂超多的 对 然后胡椒 然后我加一米米的酒 给它去点心 然后稍微腌制它 那这些腌料都这样子搅拌之后要腌多久 就大概十五二十分钟 然后我用调味一点点是用鱼露 因为我想说今天我是咖喱的东西 所以我就用鱼露取代盐 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搅拌均匀了以后 就放置大概十五二十分钟 然后这边刚好有弄好的一份 好 这个是事先腌好的 对 已经十五二十分钟 然后我让它快速的呢 就先让它进锅 等于把它炒到大概七八分熟 就把它捞起来 然后待会再去爆其他的东西 那我们这个热了不沾锅 稍微放一点点的油 要先炒的是我们的鸡柳 对 那这个鸡柳是很单纯 这个鸡胸肉 白肉 只有腌制香料 而且它就全瘦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 想要减肥或者想要饮食控制的人 有时候香料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调味料 因为香料提你的胃 可是你相对就不要吃那么油那么咸 对 可是香料就会有提香跟提味的功能 对 因为你不觉得胖的人 其实都很爱吃重口味 对不对 这真的是啊 那个重口味有时候又更容易水肿 你刚刚讲有时候高辣是 有一些辣是含一大堆盐 然后那种高辣高盐高油 就会水肿 水肿更严重 对啊 所以我就会选择 我觉得咖喱就是还蛮不错的方式 对 它就又有香 然后又有那个辛辣的味道 对 不过你今天也不是只有吃咖喱 今天还准备很多高三十纤维的素材 像黑木耳 然后还有这个是我们的秋葵 南瓜 那菇 菇 你可以随便选你喜欢的菇 都可以 所以其实咖喱也是一个很百搭 对 它跟很多淀粉类的蔬菜类的都百搭 而且你蔬菜你都可以换 你自己爱喜欢什么蔬菜都可以去 各式各样的东西去取代 这样比较吃不腻 对 真的 不然有的时候三餐吃烫青菜真的会香死 真的 而且每次烫青菜不都只跟我讲说 就只能撒一点点盐 一点点胡椒 那我们先大概炒到七八分熟 怕它太老先把它取出来 对 这真的现在咖喱香很香 好香 所以有腌有差 有腌它就入味了 没错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还是 里头还有一点点油 我们就开始来爆我们的这些 各种的洋葱 洋葱末 好 洋葱末要稍微炒比较久一点点 因为要让它整个透明 或甚至带一点点粉 麻草香 对 你看我是不是很乖 我都没有再加油 真的 就用里头剩的油 其实饮食有控制真的有差 马克你当初最高118公斤 瘦下来也是因为饮食控制 对 完全就是饮食控制 怎么控制 搭配运动的比例反而没那么多 对 可是你饮食控制多久 可以送30公斤 时间没有很短 我一年半瘦下来 一年半 一年半才瘦下 然后严格怎么样饮食控制 是热量吗 对 热量控制 还有烹调吗 对 就是大部分都是用橄榄油去做菜 代谢会比较快一点 那当然就是配合大量的蔬菜 对 增加自己的代谢率 好 我们炒香洋葱之后 放下来的是蒜末 蒜末就可以慢慢进来了 然后还有我今天也特别加一点点红葱头 因为它提的那个香味也会不太一样 好 稍微再炒一下 真的很香 真的很香 其实现代人我觉得那种异胖的情况 还跟一件事情有关 就是我们睡眠太差 对 真的 真的 我之前有一个人 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很烦 他每次也有控制食量 可是就是好像体重都不是很好受 结果后来有一阵子 我就说你是不是真的睡得很差 他说对 他一向都睡不好 他说但他有一阵子不知道 不知道因为有什么因素 可能吃一些抗煮滋润还是什么 就不小心就睡得很好 他说他狠狠地好睡了三天之后 他莫名其妙就瘦了快两公斤 是 厉害 对 后来他就觉得说原因就是因为 他真的是一个 还是因为都在睡觉没有吃 那他睡 对 会不会发现睡得好的人 你白天的食欲不会那么特别旺盛 真的 因为你睡得好的人 你的瘦素是会提升的 那瘦素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瘦素是一个负责告诉脑子说 你已经饱了不要吃了 就是跟你说你是一个胖人 别再吃了 为什么 我不是开玩笑 因为瘦素是谁分泌 以前他们说谁会负责分泌 是脂肪细胞 所以照道理就是 它是一个抑制人 自己胖直的机制 就是说当你脂肪细胃越来越多 他就一直提醒 你是一个胖 你是胖 对 可是很奇怪 人家这个机制会失灵 失灵之后 你就明明脂肪细胞很多了 但是你还是觉得一直吃一直吃 所以当你睡眠不足的时候 这个瘦素的分离也就少了 所以你就少了提醒脑部说 我是饱了这件事情 所以你就睡得少 你就容易胖 所以现在有时候 因为一些 这是一个睡眠失调 要睡得好睡得饱 对 好 那我们炒香辛香料 然后我再加一点 咖喱粉要下去 因为咖喱粉也要炒过 其实才会比较香 好 真的 可以多加一点 好香 对 我刚刚讲到 顺心姐讲的睡眠 我亲身经历也有 就是我发现睡眠有多重要 因为比如说 平常我的作息 大概是可能晚上一两点睡 然后早上比如说 九点四点起来 然后一直都维持这个样子 然后后来有一阵子 因为要忙着搬家 然后睡就会搞到很晚 然后就变成三四点睡 然后同样早上可能九十点醒来 这样子 然后结果就光这样 其他我什么都没有变 然后就开始慢慢一点一点的胖 然后你就会发现 怎么肚子又多一圈肉 真的 完全你什么都没有变 因为这非常伤 因为我们已经做过研究 因为我真的碰到一个案例 他说 比如说我减肥 所以我几天偏偏不睡觉 我说为什么 这样可以消耗热量 回扯 我后来发现你知道吗 就是月晚睡 你知道我们大概一般脑子 这个十二点以后十一点 我们那个脑子分泌特性基础 跟叫做生长基础 对 那刚刚苏妻讲的这个瘦素 到一般在过的中午 晚上十二点以后才睡觉的 你的生长基础跟推移就分泌不出来 分泌不出来之后 你基础代理马上的就开始变化了 你真的就到这一种境界 叫做连喝水都会胖的境界 所以很多人讲说我睡不好 睡不好为什么变胖 就是因为这个严肃 所以千万不要想说 我晚睡来消耗热量 这样可以减重 这完全错误的方法 真的 睡得好睡得饱真的很重要 那一宣同一时间了 我们稍微在你的锅内 稍微加一点水跟番茄下去 番茄已经下去炒了 所以整个咖哩基底都好了 好香 还有姜泥 这个也很重要 就咖哩里头一定要有姜泥 我现在站在这里 闻到好香的咖哩香 其实我刚已经加了点水了 所以我就开始可以 把我的蔬菜也下来了 这个是南瓜切片 南瓜片 我想说各式各样的蔬菜 都来一点吧 秋葵也可以进来 所以你平常也喜欢自己料理 会啊 我一个礼拜 就如果有空的话 我大概会做个两到三次 因为自己料理跟外食 我觉得也有差 当然 有的时候新陈代谢 真的跟外食有关系 因为随便一个便当量 这个热量可能都800卡900卡 然后你上那种吃到饱的餐厅 就很容易失控 那就算不是吃到饱 我觉得啦 台湾很多餐厅 它完整的一个set 完整的一个set 所以可能有沙拉 前菜 可能有主食 后面再给你一个饮料跟甜点 对对 那个总热量也报表 通常我们一餐 如果是以一个男生来讲 应该说每一餐平均 如果分配的话 应该不超过800卡 没有8 3 2 4 其实这样已经很多了 因为我预料早餐会少一些 可是很多人去那种吃 一整套一个set 甚至比如说吃个锅啊 什么的 大概都可以吃到1500-2000卡以上 真的真的 好 我们现在这个咖喱油也好香 然后这个南瓜片 我稍微给它焖了一下 让南瓜跟秋葵会比较好熟一点 你真的很Polo 你的咖喱香 有那种咖喱餐厅机会 对 因为我喜欢 我用的是印度式的 难怪它那个香料特别浓厚 就不是台式 也不是日式的那种味道 对 我们的摄影棚 现在的咖喱香是很浓厚的 对 然后再加菇 对 菇可以后下 木耳这时候就可以下了 所以你没有什么油脂 可是你利用咖喱去刺激它的调味 对 而且你看它自己做的咖喱 很明显跟外面的咖喱 最大的差别 其实是油的含量 对 外食都常常不小心 就掉入隐形油脂的陷阱 咖喱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很多人都听人家说 咖喱好健康 里面姜黄 姜黄可以提升代谢 里面有很多的茴香 小肉桂什么的 这些东西 有些还可以帮你稳定血糖 然后帮你刺激脂肪燃烧 这不是应该越吃越瘦吗 结果很多人就吃什么 越吃越肥 一直觉得它很健康 原因是它 有一些日式咖喱 或有一些 已经做好的那种成瓶咖喱 它为了让它香 它要加入大量的油脂去拿 对 優格 蜂蜜 混奶油 奶油 对 所以它的热量是远超过你想像的 所以它那个拌咖喱酱的时候 可能那个酱 热量最爆料 在减重过程当中 Omega 3的油脂肪摄取非常重要 如果你摄取太少的Omega 3的脂肪酸 摄取太多的一些Omega 6 或者摄取太多反肢脂肪 你减重绝对失败 胖壮的第一 是体脂肪率的多寡 不是看体重 原则是 能走不站 能站不坐 能坐不躺 好 我懂了 你这一锅就是要吃很多膳食纤维 对 那这个南瓜有 这个糖类的淀粉汁 各式各样 其实营养都在这一锅里 然后刚刚炒好的鸡肉 最后也可以拌下去 这时候把我剩下的一点辣椒 补点颜色进来 其实如果你想要多一点点汤汁的话 你也是可以再加一点水补 这样子 喜欢汤的可以加水 可是我觉得这一个直接这样吃 也会很够 也是很OK 它就当一道炒的菜而已 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都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把我的鸡肉 再下来 那这样鸡肉也不会太老太柴 对 然后大火让它快炒一下 我觉得这个便当菜也会很棒 是不是 而且颜色又很美 你是有厨艺的 对 我觉得看 像在收看电视的观众朋友 会想要学这一道 而且我觉得这一道 放在家里 男女老少会喜欢 对 尤其爱吃辣的一定会喜欢 爱吃辣的可以加辣一点 那如果给小朋友吃不加辣的 其实咖喱口味就可以融合了 不要加辣的咖喱 对 就是咖喱可以自己选择 好 那最后的调味就不加盐吧 我都还是用鱼露 少一点 那可是自己可以斟酌自己的量 我来试一下 因为你家买的鱼露的咸度 可能不一样 对 所以自己斟酌自己的量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郁仙这个咖喱真的很香 很好吃 非常入味 非常入味 非常成功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做 那个减重料理 或者在减重过程中 常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对 原因有两个 一它什么东西都只有烫青菜 烫青菜跟蔬菜汤 然后把鸡胸肉 要不然就是用煎的 不然就是用烤的 不然就用煮的 就只有几种选择 吃着吃着就觉得 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 可是事实上有很多种变化 比如像亦轩就是非常好的变化 第一个在口味上 我们可以用香料 来代替这些糖 盐 油 因为其实油好吃 又会让你有那种丰富的口感 盐好吃 因为重口味真的就觉得特别好吃 甜本来是人生 天生就爱吃糖 可是香料来代替 可以让那些东西少放之外 香料除了这个好处之外 还有其他自己的好处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里面的这个姜黄 大家都已经知道 姜黄以前包括什么 调节抿疫啊 什么抗肿瘤啊 抗氧化之外 他们认为它其实也有 提升代谢的作用 对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 从头到尾讲代谢 就是如果能让它代谢好一点 或代谢需要的能量多一些 那是不是我就比较变成容易瘦 那比如说里面如果有些什么 像黑胡椒 他们认为说它可以帮助你 比如说燃烧你的脂肪 对 那比如说像里面 它还有放姜啊 姜米啊这一类东西 有些像辣椒啊或姜米 一吃了整个都辣起来 整个那种整个燃烧的速度都快 整个身体的核心温度都高起来 这些都是虽然不多 但是你看你等于两项效果一起 一 让你的口味变体 二 让你的素代谢再快一点点 然后第三它好吃又吃得饱 对 你如果只有一天年鸡肉 你一定吃不饱 可是它多了这么多 很丰富的膳食纤维的东西 就是你饱足感又在 所以好吃口味好 然后饱足感又够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适合用的 那种减重料理 真的 而且刘医师 益轩这个对现代人来讲 也非常好的食材的挑选 包含它搭配的素材 都是DGI的好素材 对 都是DGI 比如说我们讲里面 像这个南瓜是一种主食的 如果说你去皮就不好了 如果连皮的话就非常好 那里面的纤维量非常的高 我们刚一直强调纤维的好处 可以改变你肠道菌虫 事实上对减重是一定有帮助 那简单讲 像易轩这个东西 因为料理的话 其实非常的充沛 它的纤维量很高 那我就提醒大家 就是因为很好吃 不要说白饭一碗两碗下去 它就会失败了 好 那刘医师 我代替台中的王太太问你 你这辈子有发胖过吗 有 有发胖过 可是也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 身材维持得很标准的医师 我必须老实 因为我以前当医官的时候 我以前支援到东沙群岛 医官是当兵的时候 医学院纲毕业的时候 去支援东沙群岛 但你知道在东沙群岛 那个岛上的官兵大概有五六百人 那时候 那大家都白天操练非常严格 大家爱兵哥来看病 晚上怎么样 有时候我们这个银长或有连长 有时候会喝点小酒 真的这样会吵 因为在岛上很孤单 那个一两月 我这个就是酒量喝得蛮多的 喝酒会胖 所以岛上是因为没有淡水 所以要喝酒吗 你不能乱讲话 没有 空刷还是岛 跟赤瓶岛不一样 我那三个月就胖了大概五公斤 所以是因为喝酒胖 因为酒的话 大家不知道酒热量真的很高 我们在一科大概有七大卡 甚至比你的糖都还高 那从此之后 你这辈子都没胖过了 后来我回来就经过运动 隐私控制就瘦下来 到现在一直维持这样子 那听说你到现在 长期都还有运动的习惯 我跟各位讲 运动是怎么样 就是说你至少要维持 不要说我一次 今天想到做 跑马拉松跑得很累 然后过两礼拜三年 再做运动 你一定要养成一个礼拜 两到三十 甚至四十次 每次的话 你运动来年 不要太强度太大 当然我们年纪大一点 你都怎么维持 你都两三天一次 跑步还是快走 一般就是如果有些 我们是快走比较多 因为这个跑步里有时候 我们常常有做研究 他会伤害膝盖 或他自由机会多 所以一般来讲 就是一快走 快走怎么样 走到那个速度 会感觉上好像有点喘 还可以对话 还可以对话 而不是说跑了就 譬如说我马可 马可在跟他跑步 对不对 如果说跑很快的话 马可你那个什么 这样听不懂 对不对 然后跑快点 马可你今天做的菜还不错 很好 这个速度就非常好了 所以如果快走 维持这样半个小时也不错 也不错 唐老师也会这样 其实我也是快走 然后我的原则是 能走不站 能站不坐 能坐不躺 难怪30年前的衣服还能穿 那我一下健身教练 听说一公斤的脂肪 跟一公斤的肌肉 真的燃烧跟代谢的热量 会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一公斤的肌肉 它可以燃烧100卡 100卡 那一公斤的脂肪 它燃烧5到10卡 所以它的比例差很多 那我打个岔 假设同样50公斤的人 有一个多一公斤肌肉 有一个少一公斤肌肉 多一公斤脂肪 一模一样的状态下 他们燃烧的脂肪 就差90卡了 对 对不对 那难怪肌肉量大的人 它的燃烧跟基础代谢率就高了 对 所以我们是要在于看是体脂率 胖瘦的定义是体脂率的多寡 而不是看体重 体重它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回归在体脂率 所以一样的重量 会有不同的体态 对 那不同的体态就是体脂率的差异性 真的 就我们刚刚讲 您书好跟年胜的差异性 那Mark是靠饮食 跟生活习惯的调整 瘦30多公斤 对 没错 然后就保持住keep住了吗 对 就我 都没负胖 应该说我现在是我人生中最瘦的时候 有 那你是从小都是小胖子吗 对 我从小就是胖 从来没有想过减肥这两次 所以你最胖胖到118 对 118是几年前 118差不多是6年前 6年前 118公斤 对 没错 那你身高多高 176 176胖到118 应该是横着走路 对 那个时候看起来是很壮观 他就是担心说 如果再胖一公斤到119 就真的要打电话叫救护车 所以他有决心吗 对 那你下决心调整了饮食 跟生活习惯之后 瘦了30多公斤 那这三四年 就一直维持这样子的习惯 对 就是控制饮食 然后就像博士讲的 就是要均衡的运动 每天都要运动 那马可今天要分享 大家也可以吃鱼 可以吃青鱼 对 没错 今天要用洋葱来焖煮这个青鱼 好 我们先来煎一下这个青鱼 对 先来煎鲸鱼 所以我们要先放点油 在锅子里面 好 青鱼也是谭老师很推荐的鱼 对 谭家基本鱼也是青鱼 对 因为青鱼的鱼油 也是相对比较好的油 好 那等这个锅子稍微热一点了 我们来下点洋葱 好 我们稍微热一个不沾锅 那放一点油 下一点洋葱 对 我发现洋葱是很多料理的好朋友 对 没错 它膳食纤维也丰富 那它也抗老化 抗氧化 那你另外还热一个锅 准备要来炒的是蔬菜 对 炒五色蔬菜 好 今天准备的五色蔬菜 除了这个红的番茄 那这个橘的小番茄 黄的之外 还有茄子 那还有芦笋 那还有白色的山药 是的 所以这里头其实都是蔬菜 只有山药算是淀粉籽 对不对 山药不算蔬菜 它是根筋类类 所以它应该算是淀粉类 好 现在洋葱炒香了 炒香了 我们就把它拨到旁边 然后留一个空间 我们来煎这个青鱼 那你胖到118公斤的时候 是怎么胖的 每天要大肆大喝吗 对 我每天都大肆大喝 而且都是高油脂高热量 那个时候热爱什么 我那时候最热爱 就是大家都很爱的咸酥鸡 我的爱 我的爱 有些人晚上就是咸酥鸡加壁乳 对啊 真的是 我以前天天就是这样 咸酥鸡加壁乳 或者是珍珠奶茶 没错 而且我每次去买咸酥鸡 那个老板都很高兴 因为我一个人就买500块 500 500块 就是随便点点到500块 那你一个人会吃光光吗 一个人会把它吃光 一个人会把它吃光 我的天啊 我一个人会把它吃光 都不会腻吗 好像没有腻过 那你会跟我一样 我跟你讲啊 因为我也是超会吃的 那我一次如果点很多啊 那老板每次问说 比如说要几双筷子的时候 假装很多人要吃 我说三双或四双 其实是我一个人要吃 你知道吗 有时候点乳味 对 老板会问你说 几只叉子对不对 三双 对 你都会自己吃 你也是吗 对 我也是 而且我以前都住 我以前住在三重 现在搬家了 我回三重 遇到那个老板 他还记得我 老板应该认不出你 杀了30公斤吧 后来瘦下来 他就不太认得了 差30公斤差很大 差很多 好 我们炒香这个洋葱 对 炒香洋葱了 那我们就把鲸鱼翻面 翻面有个诀窍 就是把它放到洋葱上面 为什么 这样你等一下再 等一下要做一个酒蒸的处理 然后你如果不放在洋葱上面 怕酒下去 那个很容易干锅 锅子会烧焦 对 就把它放在洋葱上面 而且洋葱这样也会焦糖化 也比较香 这个时候就把火转到最大 然后就准备差不多 50cc的白葡萄酒 然后我们来做酒蒸的动作 那一定要白葡萄酒 米酒 米酒也可以 50cc左右 好 酒蒸 好 盖住 米酒 清酒都可以 好 然后在这个蒸的时候 我们来做另外一道菜 另外一道五色炒酥菜 通常这道蔬菜我们在炒菜都会放油 对 我的油放的方式比较特殊 我会先把这五色的蔬菜 倒进去一个盆子里面 像拌沙拉一样 先把它拌一拌 对 先把它拌一拌 好 三要 那一定要这五种吗 其实 其实不用 我比方说根筋类 我喜欢马铃薯也可以放马铃薯 也可以 也可以 地瓜也可以 那我刚好 比方说冰箱有替代的别的蔬菜 比方有小黄瓜 结瓜 应该也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反正其实跟这个预宣的概念一样 甚至纤维多一点 好 没错 好 来 我们放一点橄榄油 橄榄油在这里就放 那大概只有这个半大匙左右 差不多就20cc左右 然后放点黑胡椒 增加一些辛辣的口感 现在这样很沙拉的feel 对 可是这有些东西是要吃熟的 对 好 盐 盐 这个时候料理也都下去了 对 意大利综合香料也下去 所以黑胡椒盐跟意大利综合香料 没错 我们就稍微腌一下 这样就可以 你等一下煮这个蔬菜的时候 锅子就不用放油 对 就在里面都弄好 这是另外一种地中海料理的手法 是 就是先腌蔬菜 先腌蔬菜 对 锅子热了 我们就可以把菜放下去了 好 然后一起拌炒 对 一起拌炒 所以又有一个炒蔬菜跟温蔬菜的feel 没错 那稍微把它炒均匀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Basamingo醋 在旁边等 对 在旁边等 所以让它炒一下熟成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烤炒 焖金鱼 焖金鱼 好香喔 现在焖金鱼已经好了 好了之后 我的建议直接把这个锅盖 再移过来 盖着蔬菜 好 这样就可以 真的 不用再换一个锅盖了 鱼是可以取出来的吗 对 鱼是可以取出来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先把鱼 放在盘子上摆盘 这样子家里头 其实轻鱼很平价的鱼嘛 这样一只只要几十块嘛 对 可是家里就可以像五星级饭店上菜 对 好美喔 而且放点洋葱 这样是健康又营养又好吃又美味 真的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觉得减重的期间 其实白肉是很好的选择蛋白质 可是很多人为什么都只会用鸡肉 因为鸡肉真的相对于来讲 简单很多 可是像它这个方法 我会发现其实还蛮简单的 老实说你叫我说减重吃鱼 那我只能去外食 我在家里不会做 可是它这样子用焖煎的方式 看起来就很简单 只有三个素材嘛 就是洋葱 鱼 白酒 就这样子 没有白酒用米酒 调味都没有对不对 起锅的时候你可以再弄个黑胡椒 增加辛辣口感 就是最后再调味 最后再调味就好了 在煎的时候不要调味 好 这个时候蔬菜也差不多好了 蔬菜只要焖这样一下 对 焖这样就好了 尽量保持它的纤维质 好香喔 它一开锅 立刻有意大利综合香料的香 这个时候再把我们的 巴沙明果醋倒下去 让它增加那个香味 好香喔 稍微拌炒一下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学 家里头炒青菜炒蔬菜炒到很烦 你知道每天都炒空心菜很无良 没错 可是现在是那种 意大利综合香料 香料味很重 意大利厨房的那种餐厅 对 这么简单喔 对很简单 而且你等巴沙明果醋收干 这个菜就完成了 真的 正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 这一道太值得选了 那个醋香也有 而且你是要把它拌了炒香就好 对 我们来试吃喔 哇 我们马可 这一个洋葱青鱼跟蔬菜都很好吃 好吃 香料味很重 对 我觉得这两个一定要学 这个青鱼也很廉价很容易学 然后只有青鱼洋葱白酒 最后加一点点黑胡椒 好简单喔 然后这个蔬菜也太值得学了 而且它的口味就完全不一样 就变成意大利风味了 对 我们真的从印度风味变成意大利风味 对 而且刘医师这个对现代人来讲 不管是养生抗老也都非常棒 没错 其实我们很多人这个在解决过程当中 就是少了这个蛋白质这个东西 然后因为是想我都吃什么沙拉 蔬菜 没有蛋白质绝对会失败的 然后大家说 那我就是今天吃蔬菜 明天吃个牛肉面完全错误 像马可这样处理来讲 把这个鱼 我们不用加任何的油 那我们这个鱼来讲 把他油自然的这个鱼肉逼出来 各位在减重过程当中 Omega 3的油脂肪摄取非常重要 如果你摄取太少的Omega 3的脂肪酸 摄取太多一些Omega 6 或摄取太多反肢脂肪 你减重绝对失败 所以记得我们在减重过程当中 这个肉类蛋白 这个竟然把这个鱼类 或是鸡胸肉类拿进来 减重结果成功会有加分 对 那刘医师不只是减重 如果把它提高我个人的新陈代谢 跟基础代谢 我也要摄取这种好的优质蛋白质 没错 没错 因为我们新陈代谢率来讲 就是我们刚刚教练讲过 我们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 增加肌肉质量 降低我们脂肪 所以你的蛋白质摄取不够的话 你运动半天 你的脂肪下去 好像下去肌肉更缩小 然后到最后 你的整体的这个体质 还是会增加的 像一定是失败的 所以记得蛋白质摄取还是要增加 好 我问一下博伟 所以通常你们都会建议 想要这个增加新陈代谢 跟基础代谢的 这一个相关的成员的话 他除了要有固定的运动的训练之外 饮食也要在调配上 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取上 不可以或缺嘛 的确是 因为肌肉的组成就是在于蛋白质 那你要有足够的蛋白质 再加上重要 才能形成肌肉 对 还重要一点 就是要重量训练 如果说你只是饮食有到 但是训练没有做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达到 真的 好 那看了快要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 最后也要起来动一动 接着下来我们博伟 就要分享几个简单的动一动 增加大家的肌肉量跟基础的代谢率 好 我们现在做的第一个动作 是Squire 就是所谓深蹲 帮我们双脚打开 大概股份的宽度 然后双手在胸前抱着 我们待会做的动作 是要启动髋关节 而不是膝关节 所以一定要让你的臀部先往后 然后背是指的 然后慢慢往下 往下 往下 直到我们怎样 我们的手肘碰到膝盖 OK 手肘要碰到膝盖 好 慢慢站起来 OK 这大腿有动耶 有痠耶 是 这会训练到我们的股四头肌 臀肌跟我们的腿后肌 那我们再做一次完整的 OK 跟着我一起 开始 下 稳住 好 往上 手肘慢慢起来 OK 好 完成了 那我们第二个动作叫做Lunge 叫做公布蹲 我们待会分右边再左边 我们往右边转 好 脚前后打开一点 要足够的宽度 好 脚尖膝盖朝前 好 脚尖膝盖朝前 后面的脚跟围围起来 用前脚掌为支点 好 这里要保持直立 手插腰 好 直下 这里保持直立 让你双脚膝盖成90度 不要碰到地板 好 直上 稳住 OK 我们再一次 往下 上 好 来 我们往左边 左边 我们要平衡 中间训练最重要就是Balance OK 好 稳定好我们的姿势 好 身体保持直立的 好 直下 稳住 直上 来 再一次 Go 下 稳住 上 这大腿真的会痠 好 完成 好 给自己一个这么好表现 鼓励 好 谢谢博伟教练 也谢谢我们今天 这么多朋友的分享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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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